今天是在立法院会审 这个原著民族传统领域的划设 当然这也是一大段时间来争议非常多 二月的时候原民会公告了 这个原著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 这里面最大的争议就是传统领域排除私有土地 而也因此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大众的误解 以及我们族群之间的对立 原民会订定的划设办法发图之后 因为排除了私有土地 因此我们的传统领域从180万公顷变成80万公顷 尊重我们整个族群 对自己传统领域的这种划设的智慧和自主 传统领域的划设绝对不会抢你们和人的土地 会抢土地的 其实是前瞻计划里面的轨道建设的土地征收 先以完整划设传统领域为呼应总统道歉进行和解的地步 传统领域的空间主权和土地的所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原民会的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范围土地化设办法 在第三条第二项的地方 瑞珍就是传统领域的地影域 仅限供与有地 下面来念这个条文来给大家听 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 指经本办法锁定程序划订之原住民族传统祭宇 祖邻圣地部落以及地区及本庚或其他一原住民族文化 传统习惯等特征可得确定之范围 那到这里都没有错 它之后就是范围之公有土地 这样子限缩解释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定义 那因为这一条是关于传统领域的定义的部分 那这个定义呢违背了母法授权 就是原基法授权 完全混淆传统领域的概念 首先原基法当中并没有对于传统领域 做出明确的定义 在原基法21条第4项里面 只有授权原民会订定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之公有土地的划设办法 然而原民会却错误的解释条文 不当的限缩解释 那造成这个条文 应该要保障的权力行使的范围 在公有土地 只有仅限在公有土地之内 已经完全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 传统领域 它是一个空间范围的一个展现 然后呢 这里面其实并不涉及 这个私有财产权的变更 或是私有财产权的剥夺 透过这个传统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划设 它其实可以还原整个台湾历史的真相 有真相才会有和解 蔡英文总统一直说 要跟台湾的原住民族达到和解 可是呢 如果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划设办法 把传统领域排除私有土地 我觉得会很难有这个和解的可能 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原住民的祖先的生活范围在哪里 也告诉他整个台湾历史的脉络 也要让台湾的原住民族 跟这个中华民国和解 以此呢 我希望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各个党团能够诚恳的 积极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希望可以把这个划设办法 能够立即的废止 并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精神重新拟定 意思就是要退回更正的意思 我们要强调的是 先求有再求好 必须要奠基在正确定义传统领域的前提上 再来含分阶段 绝对不是用公私有土地措置的概念 一刀二分 那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化设办法 引发的争议 如果能够寻的这个3月20号原住民族地史 及转型争议委员会 讨论所厘清争议内容 跟蔡总统她的归纳的六点意见 那么应以这个諮商同意权的办法 具体落实来处理争议等相关的才识 那么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正 这问题必然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透过蔡总统她在她的六项的一个收敏里面的 第一第五第六点所强调的说 传统领域是先于国家法律存在的事实 自然主权空间范围 不涉及土地的变动 土地权的变动 那么后者需于其他法律处理 所以本办法阶段处理范围的问题 那么第二点 蔡总统也在她的第一点的这个意见里面强调的 就是针对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的定义 那么她所指成的说事实的陈述 也是自然权的概念 这是完整的空间范围 是完整的空间范围 而不是所有权的概念 从历史正义的角度来说 传统领域是先存在的事实 国家法律上公有私有土地的区分 则是后面才发生的事 两者有所区别 我想争议那么多 针对这个传统的划设 蔡总统她是理解 那么蔡总统她也是在说明中说 透过原旗法第21条的规定 传统领域被赋予 智商同意权的法律意义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要考虑法律的授权是不够明确了 那么也必须考虑 现实上的社会冲击 现实上的原住民 整体社会的冲击 同时通过原旗法第21条 一项明确的授权 针对政府及私人 与原住民族土地从事土地开发 资源利用生态保育及学术研究 因资商并取得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或参与 同时与该条第四项明确授权 针对如何行使这四大事项的资权同意 包括具体适用项目的范围 应该要制定资商同意权 办法来处理 既然政府再次的肯认 承认原住民族的土地权利 就应该以完整画设传统领域的空间范围 为跨出和解的第一步 圆明会他一再强调说 根据画设办法 原住民可以未来将可回复 回复至少80万公顷的原住民传统领域的土地 但实际上根据原住民会自己所公布的 画设办法的说明 他清清楚地写着 这个画设办法是没有涉及 所谓的土地的回复跟取得和利用的事项 那何谓回复取得之说 那其实事实上 只要这个办法公布通过实行之后 原住民是失去了100万公顷 本来应该可以去行使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知情同意权的权利 而不是把原委会一再宣称的 把传统领域画回来 这种盘住民主议会来看 他是把100万公顷的传统领域这样画出去了 蔡总统在这个指示当中 他强调原住民族土地 以及部落范围土地 划设办法已经进入立法院的审议程序了 那么原转会当然 总统府原转会当然会尊重立法院的自主性 但会把所有原转会 所有委员发言的记录完整的转到立法院 提供给所有立法委员参考 我们原转要在这边强烈的提醒 执政党今天的划设办法 出发点应该是要协助部落 来进行传统领域范围的确认 而不是要用各种的行政规范 来凌驾于部落的意志之下 所以除了传统领域的定义一定要完整之外 我们也要呼吁行政单位必须要尊重部落的自主划设 不是让划设办法成为捆绑部落主权的帮凶 感谢观看